老板们拿这个两百多 你们看 还不敢下去锅一锅吗 开心开心 1200万的臭水沟 是真的还是炒作呀 你说1200万的蛋面 掉进臭水沟吧 哦对 那是真的呀 人家也花了真金百亿 十几万 请了个打捞队 在那捞 捞了三天了 而且据内部消息说 是有三颗蛋面的 有一颗还是镶嵌好的 因为如果是一颗的话 它的个头就需要很大 像我们家这颗 对外包价也是1200万 找起来也会相对容易一些 这样吧 你等我看一下这些货 然后我带你去现场看一下 好 你们看现在现场 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 但是昨天前天 已经是围满了人 而且很多人就说 要跳下去找的 这么浑的水 怎么找得着呀 而且你看它还有那些小缝 它可能都不经意之间 它都溜进去了 都不知道 据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呢 就是这栋楼的酒楼 就是拍完战然光 手往回收的时候 胳膊抵到了那个窗户 然后手一抖就掉下来 他们亲眼看着蛋面 就是先掉到了那个大棚上 弹了一下 然后又掉到了水里面 现在就是才把这个河水 将近抽干了 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前两天也是 我最喜欢那一串小米猪 大家都知道的 也是意外丢失了嘛 虽然那个东西 都不是什么大价位的东西 但我自己丢失了 我自己也是很痛心的 更别说这个老板 他是丢失了几百上千万的东西 天哪 然后现场呢 也是有很多吃瓜群众嘛 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看热闹 对同行 我是非常的理解他的处境的 希望他能早日找到 谢谢大家